如果自己本教堂的牧師現在有病 我們去到的時候可以講到什麼話呢? 第一,什麼人有病都要先關心他,聽他說 就算牧師有病,你說我為你祈禱 通常他都會歡迎 有時候就不要用指示性 我們一起祈禱,我們一起信靠神,祈禱祝福我們 其實你已經是傳遞一個信息 不過就不是一個,你多些祈禱,你多些信靠耶穌 這個就好像教導性,但我們多些依靠神 這個方法是很適用的 就算我們教人的時候都不會說 你多些祈禱,我們多些祈禱,依靠神就會有平安 那時候就比較不禁,好像老師教人的方式 就比較要接受一點 成立正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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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地 感谢观看